今天大陸一早的一則新聞 哇真的震撼到非常多人 我相信很多台灣同胞應該都有注意到 那大陸同胞根本不用說 因為我看到抖音報這則新聞 下方的留言已經破萬折 很多人都在鼓掌叫 那反觀當然彎彎 尤其支持今天被點名的這些人的粉絲 當然就是恥笑大陸 覺得大陸已經拿他們沒轍 大陸生氣氣 可是我看到這些綠蛙這樣留言 或者是他們當事人 有人還覺得很光榮 我真的一頭問號 真的台灣已經是非不分了嗎 我覺得今天最悲哀是大陸點名這幾個人 的確他們很多的言論就是在造謠大陸說謊 所以為什麼我就覺得綠蛙是非不分就是這樣 請問一下 台灣人的是非是我們要去包容那些造謠說謊的人嗎 如果你認同那我們以後也造謠蔡當局 可是不行 我們看到王治安的案例 他只是嘲諷而已 就被禁止入境台灣 所以今天發生這件事情 我當下看到很多這些綠蛙 還在那嘲諷大陸 我真的我只能套用大陸網友 要形容台灣下一個狀況 也就是最後的瘋狂 真的就是最後的瘋狂 但是韓國人還是要講那些綠蛙 不見棺材不掉淚不看飛彈落下來 他們是要繼續的去嘲諷大陸 因為他們看到的資訊就覺得大陸不可能 也沒能力能做到統一 但是各位請問一下 嗚嗚的人民會想到惡惡會打過來嗎 所以歷史的東西誰能去肯定會怎麼樣發展呢 韓國人也不會去肯定 我們也只能先把最糟糕的狀況告訴大家 尤其今天發生的事情 可以很明確知道 至少大陸已經開始注意這些在抹黑的媒體 究竟今天發生什麼 也就是大陸宣布 將制裁這個島內的五大名嘴 然後我們來看看制裁哪幾個 那今天大陸國台辦15日宣布 將推出懲讀法律措施 並表示因為蓄意編造有關大陸的虛假訊息 蒙蔽部分台灣民眾 對於於北辰、王毅川、李政浩、劉寶傑、黃世聰等 五位名嘴家屬進行懲戒 強調輿論不是法外之地 這即可是陸方首度針對台灣民間的名嘴宣布制裁 那請問一下各位我們把意識形態拋開 今天是因為大陸沒有言論自由才要去對他們有所制裁嗎 還是他們今天真的造謠了嗎 那確實啊各位我們隨便講李政浩 來他是什麼 田薯哥嘛很多人都認識嘛 在大陸也很有名嘛 因為之前說大陸人這個沒有肉嘛 所以他們補充蛋白質的方法就是吃田薯嘛 真的讓很多大陸人哈哈打敲 讓我都覺得很丟臉嘛 對不對那請問一下這個是不是胡編亂造抹黑大陸呢 是嘛然後王毅川根本不用說嘛 就靠背哥嘛 說這個馬英九當時做的那高鐵 只是大陸要招待他才給他的齁 其實實際上是沒有靠背 你看韓國人當時時間就去拍觀看也超高啊 那劉寶傑那當然他主持的關鍵時刻在大陸也是很紅啊 因為很多人都把他當笑話看嘛 那他常搭配的這個名嘴就是誰 黃世聰嘛 榨菜哥嘛 就是那時候說福林榨菜什麼股價跌的 那是因為大陸人民這個吃不起榨菜 各位其他訊息我不知道啊 今天至少國台辦點名的這幾個人 尤其他們講出來胡說八道的話 確實是讓大陸非常多人民啊 除了當笑話以外也覺得很氣憤 而且真的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那于北城根本不用說嘛 土房哥嘛 那之前就在形容陸方路的工台的話 因為我們城鎮太多高樓大廈 不像大陸都是土房嘛 所以也是造成大陸的網民這個傻爆眼 所以各位我們拋開意識形態請問一下 今天大陸點名的這些人 難道大陸有說錯嗎 那我覺得今天最悲哀的是 我們長期都覺得大陸很可怕怎麼樣 結果今天反而走向正義的卻是大陸 那走向歪路然後包容這些胡說八道 卻是台灣 今天馬上啊 蔡當局的這個陸委會就回應什麼 言論自由是普世價值 你看 嘿陸委會 蔡當局 那這樣子王志安要來抗議囉 他根本也沒胡說八道什麼吧 結果他就被禁止入境 還被霸凌 還被攻擊 那中天耶 所以為什麼台灣完全走歪路 就是一群壞蛋就是這樣嘛 還在那跟人家耍嘴皮子 在那說言論自由是普世價值 現在綠營的想法就是想辦法 把這一些名嘴啊 尤其被制裁這幾位啊 還要拉得更近 綠營就只剩這樣小聰明 大陸都在面對國際的大問題 綠營就是在搞這些小人的東西啊 尤其今天 田鼠哥李正浩直接喊的是 霍光榮的制裁 哇他也很開心 甚至還希望國台辦再多制裁幾個 有些大陸民眾可能覺得啊 國台辦這樣制裁也沒有用 也制裁不到他們 因為有一些綠蛙就開始這樣講 但是各位重要嗎 完全不重要 他能不能制裁到無所謂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兩岸有任何變化 這些名嘴要趕快想辦法逃出去 這才是keep point啊 而且啊 你現在可以觀察到大陸 已經開始在做未來 統一的這些工作跟準備 你們知道為什麼韓國人現在的論述 基本上都是在嘲諷這些毒毒 因為第一 請問一下我們毒毒毒有任何進程嗎 沒有嗎 蔡同學都已經執政八年了 毒在哪裡 來那些毒派團體怎麼沒有跟蔡同學抗議 還變成了側翼啊 這講實話你們就只是要拿到權力罷了嘛 你們這毒是只是要騙漂用的嘛 那現在賴賴賴獨毒務實工作者也選上啦 然後卻在這個選上前告訴大家說 我上來不會宣佈讀喔 反正我們已經是怎麼樣讀了喔 那我們的憲法裡還有大陸地區 我們還聲稱大陸是我們的 他們就只是為了執政 他們就只是為了拿到權力 然後拿這些東西來挑起人民的意識形態罷了 就好比剛剛講李正浩覺得這是光榮的制裁 然後于北辰也說這是最大的勳章 哇每個都覺得洋洋得意 那有些人就覺得啊 國台辦不應該點名這些人 讓他們有聲量 可是各位我覺得你們 根本不需要擔心這些啊 今天可以很明白知道一點 就是大陸至少有是非啊 你點名這五位他確實無說八道啊 誰真的在杜絕說謊騙子 如果今天很多綠蛙不同意我講的 那台灣也不用去掃蕩這些騙你錢的人 不需要啊 還是因為你覺得這些騙子講了你喜歡的話 你覺得不需要去對他怎麼樣 是這樣嗎 而且都不需要負責任 今天大陸也只是做了他該做的 大陸現在很明顯又再往統一再推進了 這就是兩岸的不同 人家是不斷的有進展 你看現在不管大陸的船之類 哇都已經離台灣越來越近 飛機也越來越近了 綠營怎麼嘴巴多兇 多會罵大陸 那請問一下 你有實質敢跟大陸槓起來嗎 不敢吧 台灣就逐漸要走向被包圍的狀態 你們喊了老半天毒毒毒 你們推進什麼 邦交國也越來越少 然後結果最近又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特別有注意到彎彎的邦交也就是巴拉圭 這個新聞標題就寫啊 我原住巴拉圭土住基金被拿去修 他們的最高領導的專機啊 然後內文 這個我們原住巴拉圭啊 改善當地土住家庭建造住房的 200萬元的美金 被巴拉圭現任的這個領導啊 佩尼亞挪用修理他的飛機和直升機 而巴拉圭這個總統府啊 也坦誠卻有與我協商啊 但尚未動之該筆款項 因為這件事情是當地的媒體爆出來的 然後藍營的立委就說啊 叫外交部啊要趕快去試移啊 欸各位 200萬美金耶 都是我們人民的錢耶 雖然當下我聽到那個新聞 我就很想問啊 當地媒體指出啊 這筆被挪用 作為所謂領導人私人飛機的維修經費啊 甚至負責維修飛機的公司 還是巴拉圭他們的前總統奧拉西奧 他的卡特斯父親所創建的公司 你看這水好深喔 難怪啊 你如果今天用島內現在外交的處境 我覺得不意外啊 因為我到了此時此刻 我還沒有看到這個蔡當局 有做什麼樣非常大的解釋 只有拼命的趕快做一個大內宣 是說什麼 中央社的報導就寫啊 挺台立場堅定不已啊 巴拉圭總統清帥團出席520大典 人家立委質疑 然後當地媒體爆出這件事情 還忙著 哎呀你看巴拉圭對我們堅定不已 不要以後斷交 然後反過來又罵巴拉圭 然後又說喔對當時 他們就是拿了我們的錢去修飛機 不要這樣子喔 因為真的 島內媒體很糟糕就是 如果有哪個國家跟我們斷了 那島內的媒體 因為斷了之後就是跟大陸邦交了嘛 那島內媒體就很愛用一些 這種好像跟大陸邦交以後 他們就變很糟 大陸都騙他們這樣子 用這種認知作戰 又要來影響台灣人 請問一下 立委質疑的 這所謂巴拉圭總統的事件 蔡當局怎麼解釋 所以為什麼 我說台灣不管邦交 一籌莫展 到底綠蛙你們支持的獨獨政府在幹嘛 如果把兩岸當一個棋盤 在看大陸是不斷逼近 不斷逼近 那島內是狙馬炮一個一個被吃掉 就是這樣的處境啊 難道不是嗎 繼續囂張 繼續去判定 永遠這個歷史不會改變 甚至還覺得 可能最終慘的是大陸 我都無所謂 其實各位我都無所謂 誰敢說我造謠 武力也贏不了了 外交你也贏不了了 你現在比什麼 就只能比誰會罵 誰會笑 反正棺材不一定裝老人啊 這是永恆不變的事實 但是啊 對於我們 我們能喚醒多少人就去喚醒 我只能告訴更多台灣同胞啊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一起抵制這些人 一起反對這些人 甚至我們也只能用人民的力量 來去讓我們不要活在謊言當中 雖然這個路啊非常不容易啊 但我們還是要持續努力啊 我們不知道將尊重的 functioning 我們有從來的莫名言 感谢观看